新年度先元蔡萌娥登记参选 寻求连任 盼持续服务地方乡亲 日前她的竞选总部将是成立 现场嘉宾云集 更有进许多支持者 一同祝福蔡萌娥能够顺利当选 萌娥很欢喜 很欢喜 也很感谢 今天来到 那边的小庭萌娥的好朋友 都来现场 给我加油 给我鼓勵 萌娥非常感谢 一票一世前 我四年来做 永远还行不了 1460天 萌娥每一天都当作选举选 我说这不是在选举 这是孟儿真的要付出的时尊 先远蔡萌娥竟选总部成立 当天现场气氛温情热闹 蔡萌也感谢家人的支持与乡亲们专程到堂立挺 献上祝福与鼓励 孟儿的票是实实实在在走出来 学母带的 我们 十岁没买票 也没钱买票 孟儿就是用学母来为大家做事 孟儿现在 我感觉很幸福的 我可以每次选举的时尊 爸爸跟妈妈 跟我的生死都站在现场 背叛我 共同 来给我们现场 所有好朋友 我们好处比 来给我鼓勵 给我支持 过去能够顺利当选 先远参谤而感谢乡亲们的支持 也希望在投票日当天 乡亲们能够持续支持 投下手中一票 让他有机会顺利延任 来为地方继续服务 随着拜托大家 就能稍微用这些招待大家 一切平衡 身体健康 千百元 议长何胜峰肯定 参议员服务地方的用心 也祝福他 此次参选能够成功连任 继续来监督 宪政卫民喉舌 招呼地方 记者路易凯 竹山采访报道